中南部 汗向南姐 水情吃緊 水價合理化 再度被拿出來討論 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表示 水費將採累進費率 不過還沒有調漲的時間表 另外還有哪些重點新聞 來看我們的整理報導 中南部汗向南姐 台水公司日前將檢討水價 合理結構報告送交立法院 被解讀為水費可能調漲 經濟部表示 目前將依據成本與物價影響 進行檢討 希望要讓民眾有合理水價 又能兼顧節水 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也表態 水費將採累進費率 不過目前還沒有調漲的時間表 高雄壽山鄰近社區 近日平傳 彌喉縣生住家 或賣場等消息 為降低人猴衝突 壽山國中培育學生 作為解收員 在登山口為遊客解說 彌喉習性 但也有明代建議 市府結紮彌喉控制數量 對此動保團體持反對意見 認為應閒了解彌喉下山的原因 而非貿然進行任為干預 為了嚴懲黃牛立法院三讀通過 修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 如果民眾將一文表演票券 加價轉售 用不正當方式取得票券 將儲票面金額或定價 十倍到五十倍罰還 除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另外文化部也和警政署等單位合作 將以聯合打牛小組 插棄黃牛行為 並建立檢舉專區 在記名方式檢舉 最高有十萬元獎金 如果黃牛條款成效不彰 實名制將是最後的強制手段 記者綜合報導